嗨,我是寶可夢 2023年出國要刷什麼卡號 今天準備了10張卡片來跟大家分享 這邊一共有10個卡片或是活動 最高有到10%回饋 最少也有3-4.5%回饋 到底要怎麼拿到這些產品的權益 今天就來一一跟你解說 第一個活動就是JCB10%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怎麼玩呢 就是你手上只要有JCB的卡片 去日本實體店面來做刷卡消費 只要滿3萬元 它就送你10%回饋 那每一張卡片呢最高可以拿到5000日圓 所以你就是刷5萬然後就換 刷5萬就換 要去日本玩的一定要把你身上所有的JCB卡都帶著 如果你是把它綁定在Apple Pay裡面呢 它就是分開計算兩個不同的回饋 但是如果你把它綁定在Quick Pay裡面 那麼它就是實體卡片跟Quick Pay的消費呢 是一起並記的 那看一下這邊呢有這個完整的活動說明跟解說 有興趣的話呢你就趕快申判JCB卡 就可以來解任務了 推薦第九名呢是中信LinePay卡 你只要在四個國家 日本、韓國、新加坡跟泰國呢 做實體刷卡消費 就可以拿到最高4.5%的點數回饋 4.5%呢包含基本的2.8%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額外加碼的1.7%回饋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500點的回饋 你每個月呢可以刷29411元 就可以拿到1324點的點數回饋 一定要實體面對面刷卡才能拿到回饋 如果你是網路刷卡的話呢 不好意思那你就有2.8%的回饋啦 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掃我們這邊的QR Code 就可以上車了 相關的活動詳情呢 其實我這邊都已經有完整的說明了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推薦第八名呢是永豐必備卡 這個永豐必備卡最高6%回饋怎麼來呢 就是分3%加3% 第一個3%呢是只要你有超會的等級 超會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有跟永豐往來達 10萬台幣等值的外幣 那麼你就是超會的等級 有這個等級的話呢海外刷卡一律都是3%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除此之外呢你需要再做一檔活動登錄 3月1號下午4點呢只要在官網有登錄 你就再加碼3%現金回饋 那這個活動呢是活動期間呢 可以拿到500刷卡金 所以回推呢大概是刷16666元 你就可以拿到1000刷卡金 超過的話呢就是3%回饋無上限 這邊有寫到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3月31號 記得要登錄活動才能拿得到額外的3%回饋 只要有申請電子帳單這張卡片就免連費了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也可以掃碼申辦卡片 推薦第七名呢是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這張卡片呢它在兩年前推出來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國內2%海外3%了 要跟永豐銀行往來達10萬台幣以上 才能夠拿得到額外的加碼1% 那每個月呢最多可以刷到6萬塊錢以內都是3%回饋啦 只要是大戶的等級 就是往來10萬塊錢 你就可以再享有額外的指定通路5% 比如說機票或是旅行社 阿古打Hotels.com等等的都是有額外5%加碼 所以來到最高有到8%的回饋 只要申請電子帳單就免連費了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請你先開立永豐大戶數位帳戶 那麼再來申請卡片就可以了 第六名是聯邦集合卡 如果你是要去日本玩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你申辦這張卡片 為什麼 因為它在日本享有3.5%的現金回饋物上限 還可以搭配Apple Pay來做支付 只要感應支付呢 再額外加碼1.5%回饋 等於是最高有5%的回饋 它的額外加碼每個月上限呢 可以拿1000 所以你回退一下大概一個月刷66666元 都是符合資格的 搭配在Apple Pay裡面來做儲值SWICA有沒有 這個我們跟大家分享過的確定是有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儲值日本的SWICA交通卡 那麼在日本所做的小額支付也可以拿到5%的回饋哦 趕快申請這張卡片 這邊掃QR Code就可以申請了 只要申請電子商單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推薦第五名台北富邦好市多聯名卡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一次呢特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已經拿到的卡面 它其實平面卡 然後正面不會有任何的資訊 但是呢還蠻好看的 這張卡片呢 它有店外消費1%多利金回饋 再加上精選加碼通路4%回饋 每一期每一個人可以拿3000多利金 所以回推呢 你可以在海外實體通路刷至少75000元 它送你的多利金呢 你可以在明年1月的時候 折抵店內消費或是你的會員費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有相關的詳細資訊 也記得拿到卡片之後呢 先上官網來做登錄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趕快掃QR Code 申請上車 推薦第四名是將來銀行的江江卡 這張卡片呢在海外有最高5%的 將來恩典回饋 如果你手上有這張卡片 出國刷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5%回饋呢 包含一般的消費1.5%的將來恩典 再加上海外加碼的3.5% 不論是在海外消費 或者是你在海外網購 投資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符合資格的 每一個月呢可以刷14285元 那你可以拿到714點的將來恩典 提醒你需要開戶才能夠入手將將卡 如果還沒有將來銀行賬戶的 請你先掃碼開戶 就可以拿到這張將來銀行江江卡了 第三張呢推薦的是國泰式華的Cube卡 基本6%回饋呢 只要在日本消費 轉換到去旅行這個權益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3%的小數點 回饋無上限 除了日本之外還有韓國 泰國跟新加坡 只要在這4個國家消費 都是符合資格的 再來也別忘了在APP來登錄領券 你可以拿到額外的加碼回饋 這個2%呢 每一個活動檔期可以拿600點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個3萬塊錢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5%的回饋 如果你拿到的是Messar Card 或是Visa Card 你也可以把它綁定在Apple Pay裡面 只要透過Apple Pay 還可以再拿到行動支付1%回饋 最高就是有6%的回饋 只要申請電子帳單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所以有興趣的 可以趕快來掃碼辦卡囉 推薦第二名呢 是永豐的55688聯名卡 這張卡片呢 只要在國內或是海外消費 直接就是2%的T-Point點數 回饋無上限 如果你消費的當天 有搭小黃計程車 並且用這張卡片綁定扣款 那麼你當天的消費再加碼 5%的T-Point點數 等於是最高有7%的T-Point點數 活動期間呢 是2022年的7月1號 到2023年的3月31號 只要申請電子帳單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趕快來掃QR Code 申請卡片了 推薦第一名 當然是永豐Sport卡 永豐Sport卡呢 你只要完成運動任務 就是說當月呢 有運動達7000卡路里 或者是Apple畫局的圓圈呢 有畫圓10次 綁定Apple Pay或Google Pay的消費 有到最高的8%封點 相當於你一個月刷5000塊 可以拿400回饋 那麼你在App裡面設定封點折抵賬單 它就會再次次期折抵你帳上的刷卡消費 所以它可以當作是現金回饋使用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呢 可以趕快掃QR Code申請 提醒你 魔獸霍華的卡面呢 是限量申辦 2023年的1月6號到5月31號 超過這個時間就沒有了 如果有跟團參加活動 別忘了回報任務來領獎哦 海外刷卡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海外交易呢 都會收取1.5%交易手續費 所以我推薦大家呢 至少要拿海外回饋大於1.5%的回饋 這樣子你才不會吃虧 第二個呢 其實在歐盟的實體國家 有很多呢 都是沒有回饋的 歐盟規定呢 信用卡公司能夠收取的刷卡交易手續費 由1.5%降低為0.3% 所以很多銀行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之下 是不願意回饋的 有哪些銀行是沒有的呢 像花旗銀行的部分信用卡 新展的部分信用卡 跟HSBC的部分信用卡 像現金回饋卡 在歐盟的實體通路是沒有回饋的 那台新也一樣 他們已經有公告了 某些特定的卡別呢 是不予回饋的 那這些歐盟地區呢 我們這邊有特別幫大家整理出來 法國 德國 希臘 匈牙利 要去這些國家的你要特別注意 第三個 如果你要去歐美的話呢 建議你拿的是MASA卡 VISA 你的匯率可能比較好 如果是日本跟韓國的話呢 建議你使用的是JCB 在美國的話用美國運通完全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個是不同的發卡組織 在不同的國家使用上 你的匯率可能會好一點點 最後呢來講一下結論 手上的卡片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選啊 建議你各個發卡組織呢 都至少要帶一張卡片 這樣子出國的話呢 第一張刷不過可以換第二張 第二張刷不過再換第三張 為了防止在出國刷不過 你也可以先打電話跟銀行講一下 說你可能在哪一個時間點會出國 請他們特別留意一下這個海外交易簡訊的部分 不需要檔刷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打國際電話 或是Skype 才能夠請銀行幫你做這個解除鎖定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出國刷卡省錢數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